哈喽大家好,我是妮妮,今天来分享一些花小钱,就能大大提升生活品质的幸福感遇是好物,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,打扫卫生真的很烦 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一个浓喷水的多功能清洁刷,直接装在矿泉水瓶上就行,搭配了四种实用的刷头,装上玻璃瓜,镜子擦的那叫一个感觉,装上枕头刷,能放窗框这种技巧刮啦都靠谈,装上宽头刷,可以清洗大面积的物质,装上海绵餐,具有物小能手就是它 如果你家和我家一样,也用的这种不锈钢水龙头,周围都布满了水垢,清洁我一般会用这个两头刷,搭配我新发现的这种茶香味清洁剂,喷上后静置三分钟,用带刷头来回刷一刷,小刷头可以用来缝细处,一瓶代替多瓶,还可以喷上它用这种组合两用刷清洗衣食台面,隔断,地面都能轻松搞定,小刷子喷上它还可以清洗死脚缝器,前后对比效果真的不要太明显 为上间空间收纳不够的宝宝们,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加缝制物架,它的宽度只有16公分,可以随意放置在各种小小的缝隙里 每层高度不同,各种高度的物品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,侧面的缝隙,还可以放卷纸,抽烂拿去很方便,顶部还可以制舞,好用 有粉丝问我到底要不要入智能马桶,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哦 北方的冬天坐上去能随时暖呼呼的,洗皮皮的水温和烘干风力可以五档桥节,每次洗完,喷头都会自己清洁,不放心的话拆下来清洗也OK哦 还配了一个可粘贴小便贴,是自发电的,男孩子再也不用弯腰冲水了,上完厕所一次冲水两次冲刷,起夜也有小夜灯,上厕所再也不害怕了 每次护肤的时候我就会拿出这个可爱的手机支架,展开就能追剧了,护肤的时候也不无聊了,回家浴室没有窗户比较潮湿,平时洗完内裤贴身衣服也没办法放进大洗衣机去烘干 于是台面上我放了一个小型的消毒烘干机,平时内衣内裤都可以挂进去,底部还可以放些平时用的毛巾,一起消毒 不用的时候折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,花一件省多件,方便又实用 夏天已经来临,我的体毛却少得可怜,秘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入了这个脱毛衣 用起来冰冰的也感觉不到疼痛,每周用一次,一键启动傻瓜式操作,五种荡强度可以调节 脱完还可以选择嫩妇模式,让你在这个夏天偷偷变美 两家的水池台面花围显得总是脏兮兮的,拆掉重做又是一笔大的开箱 于是我入了这个浴室可以涂刷的每瓷漆,只需要先用处理剂涂刷一遍 再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,等待72小时后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它面显得干净又整洁,目前使用都没有出现掉期现象,想改色的宝子们可以放心冲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